新竹市長高鴻安被控涉嫌炸領助理費 被醫貪污以及使公務員登載不時等罪遭到起訴 今天下午2點半他首度親自出庭 帶來看現場畫面 根據台北地檢署統計 高鴻安涉嫌炸領助理費超過46萬元 而台北地院其實日前也傳喚了4名共犯出庭 包括前國會辦公室主任陳煥宇 以及前行政主任黃慧文 還有前法務主任陳煥凱 還有前公關主任王玉文 而事實上這4人當中 其實只有王玉文是兼不認罪 這另外3人都已經認罪了 而事實上其實王玉文當時是強調 他每個月都有確實的加班 並沒有不實請領 而在檢方還沒有分案偵辦時 他是第一時間跳出來護航 而今天下午2點 其實高鴻安親自出庭 針對認罪與否 以及檢方起訴如何教唆涉嫌炸領助理費 高鴻安都必須要來一一陳述 好嗎? 好嗎? 好嗎?